凭借着日月潭水库的地形落差 造就水里乡有五座的水力发电厂 其中的大关二厂以及名潭发电厂 在过去军事国防考量之下 特别打造深藏在山壁当中 台电的工程师也因此每天都必须 在隐秘的地下环境中 维护台湾重要的水力发电 维持台湾各种建设发展 跟着大关发电厂的公务车 深入隧道中才知道原来在民国 七十四年启用的大关二厂 深满在山壁之中 距离日玉潭附近的诸葛坪山顶 距离超过三百公尺 那就是先开发这个隧道 从隧道进来 从里面它从上面一直挖下去 然后装的时候 基础从最底下一直装上来 六十九年开始东风到七十三年 就是第一步开始发电 然后七十四年是四步机完全可以发电 它装置容量总共是一百万千瓦 那这个量就比原来 这个大关一厂 原来的大关跟巨工的两个 合起来才四五万多 这个已经一个就是一百万了 大关二厂与一厂除了在启用名分上的差异 以及水轮机装设的方向与规模不尽相同之外 重要的是大关二厂的发电机 能够在发电的离风期间 将水抽回日月坛循环再利用 那一厂跟二厂不一样 就是一厂发完电的水 是往下游的巨工冲柜坝去排放给它 然后再做一次发电 那二厂这边的部分就是说 我发完电的水 然后储存在我们有下池坝 我们就要讲下池 然后在利用离风的时候 我们发电机逆转当水棒 把水下池坝的水又抽回日月坛 这样循环使用 台电公司的水利发电厂 当然以前那是所谓的种地 现在为了让大众了解说台电公司 我们工作同仁的一个辛苦跟工作环境 能下来亲身感受一下 那跟我们台电公司的同仁 那一起了解现在的工作的环境 跟他们努力的地方 台电公司的大观二厂 以及明潭发电厂 在过去的国防考量下 建造于山壁之中 安全又隐秘 到了现代也成为一种特色 发电厂愿意开放给乡亲申请参观 希望大家一起来了解 这些保有历史贡献的水利发电厂 记者商亲服务 水里香采访华岛